勾勾,一般,又向外的勾,这个呢,就向内勾, 勾由外面勾进来,即是由内面勾出去, 那勾的意思是抱,带彩,就拖它下来, 是,雙风的,两个手,彩有这个意思, 风有单风,有雙风,还有一个挂, 起,我都是挂开,有挂手三掌,勾,即是对方, 这个也是勾, 这就是勾,也不一定做一个钓,钓着对方,力大过我的, 射开来,勾可以弄,勾可以打,情况就好像我们用梢子, 钓,就是钓泡,钓也有两种,钓由外面钓进来, 或者由内面钓出去,太极拳的勾勾, 钓下去,钓的意思是钓到下去,膝蓋到下去, 膝蓋到下去,所以钓就不一定要抓, 钓是和钓可以分开来看,也可以合起来看,钓的有钓窄的意思, 单手钓,我这个钓,拖起来,拖起来, 是,雙风的,两个手, 那我们就钓连钓,接着打,这样叫挂起,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螳螂拳有个概念,就是说, 一挂,你太山了,顶的势,同时间, 我是打人兼招手的,挂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一挂挂歪了,同时,拍下去,扭我, 是的,那他现在困住我, 那我这个手,起,我也是挂开, 好,教练,我们不如今天就讲下什么叫做螳螂拳的自决, 首先就十二自决,有些朋友就会加上赚闪藤螺, 一般来说,或者有些人叫做闪展藤螺, 我们螳螂拳就讲一个赚字, 也有些朋友叫做欠闪藤螺,首先我们先讲讲头四个字, 勾留彩华这四个字, 勾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螳螂的雕手, 雕手就是后三指,由尾指,无名指,中指, 将它向腕的尺骨勾下去, 这样就成为了一个雕手, 垂了下去, 食指有少少微微的曲,略为伸直, 另外手指弓就磅在食指的侧跟, 就在第二节, 跟节对上一节的位置, 就磅在这里, 这个就是通常我们勾手, 跟一般我们打的, 譬如是长拳,那些拳法的勾手, 就有少少分别, 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去做勾, 勾的最出名,我们叫做勾楼彩, 勾楼彩手, 勾楼彩, 其实是表现了一种勾楼彩的形式, 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独立地去看, 勾的, 一般又向外的勾, 即是对方攻起来, 我就插手勾搭, 勾搭着, 你的作用不是要将它拿着, 是将它勾开, 或者牵引着, 勾, 对方如果接种而来的时候, 这个就向内勾, 所以勾有阴阳之分, 这个向外的, 手心向下的, 手心向内的, 手心微微地向上的, 或者是向内的, 1,2,3, 这个都是勾, 勾, 可以勾下来, 勾搭下来, 或者勾开, 不一定像我们的雕手, 将它叼住, 勾不一定要拿着它, 勾是将它移开, 搬歪了, 这都是一个勾, 着重在前勾截, 这个, 前勾截, 另外就是直筒而勾, 我们十二游里面, 就是说, 当对方的手, 他比我更强, 他的细猛力大, 冲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用勾的方式, 勾的方式就是, 我慢一点的动作, 当大家互冲, 假设是互冲, 你比我更劲, 力大过我的, 我的手, 一起, 一勾, 形成一个勾, 一勾, 将你勾开, 射开到零, 带上带横走, 带上带横走, 同时勾可以顶, 勾可以打, 这个就是这个方式, 我们连贯地做一次, 这个也用于我们, 譬如, 这个动作, 一勾起, 或者在梅花落, 梅花落的起手, 都是勾, 勾, 所以不一定是要, 就是, 做一个丢, 丢着对方的手, 当然, 我们勾柳彩, 勾柳彩, 也会用这个方式, 即是说, 这个方式, 你可以勾搭下去, 勾搭, 情况就好像我们用梢子, 例如, 你遇到枪, 我以为枪做例子, 白冰之王, 看看勾下去的二油制缸的效果, 即是, 譬如, 它的枪快, 直, 狠, 猛, 是很硬的, 过的时间, 上棍, 上棍, 擋, 这个梢子尾, 由于有条链, 这个梢会挡的时候, 就能够一摺, 就落头, 这个要小心, 上型的时间, 要小心这件事, 因为它是两摺的, 所以我们的梢子, 这个是一长一短的, 如果你两只一样长, 就做不到这个效果, 行不行, 因为是力学的问题, 而且你摺手的时间, 你的手的距离太近, 还有, 就是梢子会打到你的手, 这个有别于, 一般就是两只一样长的两摺棍, 那么, 链呢? 譬如我们拗链, 链就是链链, 另一只手出的时候, 就由外面链进来, 或者由内面链出去, 链的意思就是链链, 所以譬如我们太极拗链, 链链链链, 这个由外面链链, 然后再由内面链链, 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链链, 链链链的意思, 比如我们说太极拳, 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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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ort, ガ到膝盖链距在 existence的高度折成山 voted0, 电阶来衣 York 宫 Sharron Report, 不知道是一号链链链链, 所以 Ј美馬链链链链链链溉链铁一块链链链 或者是一個奔鎚 如果螳螂拳要奔鎚 一個反手奔鎚 打回我的時間 我這個就可以是一個奔鎚 如果當對方退後了 我這個手可以踩 向外奔鎚的時間 我可以踩 這樣打 都是一個踩 或者我把他奔鎚低 牽引著 這個也是一個奔鎚踩 但一般我們打螳螂拳的奔鎚踩 接下來就是奔鎚 搖鎚的時間 帶彩 拖他下來 我們便搖連彩 接著打 或者是我一搖鎚的時間 我一搖 對方已經急不及待 後手已經追上來轉腰 變成這個手出 你就不需要刻意去抓他這隻 所以你要懂得去懂勁 聽勁 所以這個也是拗扭彩 所以下一個就是掛起 這樣叫做掛起 所以下一個掛 掛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這樣 一個上掛彈開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說 螳螂拳有個概念 就是一掛 你太山壓頂的勢 而我一掛 掛手 這個手做一個旋轉扭彈 彈你出去 一個掛的勢 所以掛的時間 你有消手和打人的方式 即是他砍 我是打人兼消手的 同時間 這個應元就上面砍下來 到我太山壓頂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的手掛 還有其他方式 譬如我這隻手 跟著 我的手追 這隻手坐在同時掛起 或者當 對方拿著我的手 跟著想捆我的手 想捆 我這隻手 起 我都是掛開 行不行 我的手 就產生了甚麼呢 譬如我們螳螂拳 有掛手三掌 譬如我將它掛開 掛開後手筋 這隻手 再掛下來 形成一個掛 這個也是掛手 掛手 所以由下而上 一掛掛歪了 同時 這下就拍下去了 這個也是掛 或者我們 這樣也是掛 你以為這樣是崩拳嗎 其實我將它掛開 譬如 這樣的形式不一定是主動的 可以是被動的 譬如它做封手 撈我 它現在困住我 當然我被困死了 再上一步 再上一步 這樣我就 做不到 或者當它一上步 一摔的時間 我一退 它一步 我這隻手掛 我這樣也叫掛下來 掛我就連砍下 掛 砍下 這個形態 就像我們仍然打到鷹竹 行不行 這個也是掛 所以掛可以連砍 這個也是掛 另外就是剛才那個 腰斬 這個將你掛起 這個也是掛 舉起這麼多例 歐漏彩掛 四個決